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71名武装分子已从伊拉克和叙利亚回国 法国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非常大 据内政部长热拉尔·克隆说 这271名法国人中部分已被拘留 而其他人也正在被当局追查 克隆先生透露 过去几年来有700名法国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动 其中一些人已被杀 内政部长表示 由于回国的激进分子人数过多 恐怖袭击对法国的威胁仍然非常大 法国当局今年已经成功挫败 七起恐怖袭击的阴谋 除了已回国的圣战分子 另有一万八千五百人已被确认有可能有激进行为 克隆先生说 法国在海外的军事干预 使得法国面临遭到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袭击的威胁 自2015年1月 法国已发生了一系列与伊斯兰国有关的恐怖袭击 其中包括2015年11月发生在巴黎的一期恐怖袭击 当时造成130人死亡 超过360人受伤 去年法国国庆日 一名圣战分子在尼斯开卡车撞下了人群 造成84人死亡 据美国情报部门称 有4万名外国恐怖分子加入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 美国全国反恐中心负责人尼古拉斯·拉斯穆森表示 即将从冲突地区回来的幸存者 有着一整套新的技能 一整套新的联系人 也许甚至掌握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专门技能 恐怖分子攻击的目标 包括一所在图鲁兹附近的犹太学校 讽刺杂志查理周刊的办公地点和一个犹太市场 万达海外酒店轻资产化 王健林预推多公司境内外上市 7月19日 万达将77家酒店和13个文旅城项目91%的股权 坐价638亿元转让给富利和融创 8月9日晚间 万达拟将文旅和酒店管理两个轻资产 包注入香港上市平台万达酒店发展 同时将万达酒店发展旗下的部分境外资产 出售给万达商业 随后 8月14日 王健林马上敲定海外酒店品牌输出项目 有熟悉万达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王健林频繁整合轻重资产和境内外资产 其实是向外界传达一个信息 卖掉大部分重资产后 万达要真正开始发展其轻资产 同时 万达实际上是开启了将旗下多家公司 推上境内外上市平台的战略发展入境 据悉 这是继伊斯坦布尔万达文化酒店之后 万达酒店及度假村在海外签订的第二个品牌输出项目 同时也是万达加华在海外的首歌品牌输出项目 截至2020年底 万达在全球持有并管理的酒店将超过100家 值得关注的是 在王健林调整境内外资产前 万达被爆出要销售澳洲价值约106亿的两个项目 该报道称 万达出售海外资产是为了降低负债 不过万达酒店随后澄清 称没有计划出售澳洲的悉尼和黄金海岸项目 两个项目仍按照计划开发 随后 王健林决定将万达酒店发展旗下的部分境外资产支出 授予万达商业 对于整合境内外资产的举措 上述业内人士称 整合境内外资产包将海外酒店输出品牌 赚取管理费 无疑是王健林将海外酒店轻资产化的尝试 预计未来其他酒店也有输出品牌的可能性 现在 万达手里的轻资产公司包括万达商业管理 万达电影 万达酒店管理 万达主题娱乐 万达儿童娱乐 万达体育 以及大健康产业 而在这些轻资产公司中 万达电影已经在A股上市 同时还在策划重大重组 即注入影视资产 完成电影圣诞圈布局 酒店管理公司 主题娱乐公司 即将通过这次重组完成上市 商业管理公司正在排队上市 还有儿童娱乐和体育公司没有上市 此外 万达正在着力布局大健康产业 王健林海表示 计划三年左右将万达旗下 大部分公司陆续在境内外上市 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 授权审查中国贸易行为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签署一份行政备忘录 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审查所谓的中国贸易行为 包括中国在技术转让等知识产权领域的做法 这一举动引发各界对美国采取单边行动 损害中美经贸关系的担忧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签署行政备忘录前称 为确保公平和对等的贸易规则 授权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动用所有可用的政策选项 此前有分析人士称 莱特希泽可能按照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 对中国发起301调查 至于在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后 美国很少使用的法律工具授权美国总统 可对贸易伙伴采取单边制裁措施 不过当天这份行政备忘录 并不意味着美国将立刻启动相关具体调查 也不意味着一定会出台针对中国的制裁措施 美国高级官员12日曾表示 美方如决定发起301调查 将首先与中方进行磋商 美国政界、商界不少有实知识指出 如果政府不顾世贸规则 采取单边行动来解决与贸易伙伴的争端 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 还可能商及本国消费者和进口企业的利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4日说 在中美利益相互交融日深 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格局下 打贸易战没有前途、没有赢家、只会双输 华春莹说 我们希望美方能够实事求是看待有关问题 客观评价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 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进展 以及中国通过自主创新 驱动发展经济这方面取得的成就 复兴号价格之争初步落定 中国铁路总公司让步接受中车降价5% 据财新报道 中国铁路总公司最终决定 向其中国中车采购复兴号价格 降价幅度从20%缩小到5% 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称 中国铁路总公司认可 复兴号全方位超越了和谐号动车 双方以约每列1.80亿元为基础谈判价格 最终确定在此基础上降价5% 本次复兴号采购单价将在1.70亿至1.72亿之间 这一价格基本于2016年时 CRH380系列动车的采购价值平 上述消息人士还表示 此价格是短期协议 未来采购双方还在继续上讨价格 年均约3%至5%的降幅 符合中铁总利益 复兴号是在CRH380系列动车基础上 研发的中国标准动车组 今年6月26日在金户高铁双向首发 有消息称 今年国庆后 包括复兴号在内的金户高铁线上 开行的列车将提速至时速350公里 使得金户全程 耗时缩短40至50分钟 消息称 明镜2017年春节期间 中车在例行的供应商大会上宣布 中铁总要求中车下调 中国标准动车价格20% 这也意味着中车 对其供应商的采购价格也需要下调 当时披露的降价理由包括 中铁总认为自身拥有 中国标准动车组 所有核心零部件的知识产权 领获得更优惠的采购权 以及动车统一技术标准后 更利于提高车辆使用效率 降低成本 另外 中铁总物资采购坚持最低中标原则 而中车方面认为 今年轨道交通车辆装备的原材料价格 大幅上涨 钢材 铝财等涨幅超过20% 难以降低成本 北京交通大学金管学院教授赵坚告诉界面新闻 虽然复兴号统一了技术标准 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成本 但由于目前订购量不大 产量较少 也难以实现规模效应 因此也难以降低成本 根据今年4月 中铁总发布的采购公告 媒体推算 中铁总该次将采购中国标准动车组50列 财新获悉 近日中铁总再次采购中国标准动车104列 即中国标准动车获得型号合格证以来 铁总采购数量达到154列 赵坚教授认为 在铁总要求价格降低5%的情况下 也应该考虑开放列车零部件的市场竞争 而非在几个特定的垄断生产企业采购 例如列车内卫生间的部件 座椅 电视等 技术门槛并不高 如果可以开放采购 让符合生产标准的企业都来竞争生产 就有助于中车降低列车生产成本 另有报道称 复兴号列车将率先用于金户高铁线 和在建的金章高铁线上运行 2022年冬奥会期间将服务于金章高铁线上 Sendro和Maget的母公司SMCP计划金秋在法国上市 本周五据知情人士透露 计划于今年秋天上市的 法国时尚集团SMCP目前已聘请美国银行 美林证券摩根大通和私募基金担任联合国全球协调人 负责上市筹备事项 另一个消息员表示 法国巴黎银行也是SMCP的联合成球协调人之一 SMCP是法国时尚品牌Sendro、Maget和Claude Pierlot的母公司 2016年10月山东如意集团完成了对SMCP的收购工作 KKR向山东如意集团出售了其持有的SMCP70%股权的大部分 整体交易金额在13亿欧元左右 其中包括SMCP集团的部分债务 交易完成后 SMCP创始人和管理层以及KKR仍保留了该公司的少数股权 当时如意集团表示 这笔交易将把SMCP的专业时尚支持 和其在中国的业务网络整合起来 目前山东如意集团 美国银行美林证券和KKR没有立即回应此事 摩根大通和法国巴黎银行拒绝发表评论 Sendro、Maget和Claude Pierlot 在法国销售的女装价格约为200欧元 定价轻奢时尚 快速成长的中产阶级 特别是中国等市场的活跃需求 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发展 今年6月 SMCP宣布计划将该公司的少部分股份 在巴黎泛欧证券交易所上市 但如意集团将长期保持为大股东